各位今天呢是一個很特別的系列 因為呢它其實有綜合非常多 我們現在位置啊是在福爾摩沙遊艇酒店 遊艇耶這代表說呢它裡面真的是有遊艇喔 背後就一台耶超帥 而且這個碼頭是那個酒店自己本身的 對所以我們等一下呢會搭這個出去釣魚 那另外呢就是開箱一下這個酒店 它的內部環境 因為它這個也算是新開的 所以呢可以給大家稍微詳細一點的介紹 那我們隔天呢還有吃他們這裡的早餐吃到飽 聽說非常好吃很厲害的樣子 所以我們這集包含了吃到飽 包含了新天包包還有大開眼界 沒錯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先去缺個瓶吧 現在帶大家來開箱一下房間 這裡有個保險箱 這裡有一些小小的衣架 那我們正前方呢就是我們房間空間了 我們先不要過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衛浴空間 它是乾濕分離的 而且呢它的衛浴用品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裡面有洗髮精 潤石精還有沐浴精 那這個洗手台它旁邊有一個吹風機 吹風機呢我覺得它的風力還蠻強的 那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浴缸 我覺得呢這整體感覺還蠻乾淨的 廁所是給過的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主要的空間 這個房間 那這個房間呢這裡有個貴妃椅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床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椅子 你看這個冰箱 欸真的假的那是你放的吧 沒有沒有這兩個是他們的 這是我放的 欸有可樂和蘋果汁耶 蠻好的耶不然一般好像都沒有 對然後這就是我們的桌子這樣子 那我覺得它的插座是比較少一點 只有兩個 然後它裡面的備品就是比較簡單的 咖啡啊然後一些餅乾這樣 電視的話是一般電視就沒有什麼 Netflix不是YouTube之類的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這裡的賣點 沒錯這就是我身後 你們看 欸我這個景很美喔 我們這次有個小小的陽台可以踏出來 那陽台很大吧 喔你們看 我們正前方就有遊艇 我們等一下要搭這個遊艇出去喔 然後你們看我們下面 還有無邊際泳池 這景真的好漂亮喔 好那我們現在呢時間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是預約4點要去海釣 所以呢現在已經3點50分 要趕快先去報到了 那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體驗的活動 看它最上面有挺防昏 然後這下面呢有挺好釣 這兩個方案其實內容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主要就是還有加了一個釣魚 那釣魚的話它的價格雖然會比較貴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可以體驗一些別的東西 我覺得蠻酷的 而且你釣到還可以帶走耶 他說的 對啊他想說帶走 那我收到自己料理嗎 我們等一下如果釣到的話 我們可以放生就放生 因為再回去我們也麻煩 哈哈哈哈 我以為你是除自己那個人自己的善行 喔沒有啊就是不想要處理它 呵呵呵 然後那下面其實有一些比較詳細的內容 大家可以在自己參考 然後問一下他們的店員 因為我們這個其實也不是合作 就是我自己單純非常好奇 結果今天好像只有我跟六一耶 你們常去釣嗎 不常沒有釣過 我們是夢想家一號喔 感覺很熱喔 呵呵呵 我們現在在海上出海了 目前從上只有我跟六一兩個人 對他說四個人好像還是坐這台 然後如果你要大的的話 我們剛剛看到那種就是六到七個人左右 感覺坐大的蠻帥的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小台啊 它幸好上面有那個遮雨孔 不然會熱死 真的會融化耶 哈哈哈哈 那裡有一艘灰色的船 那裡有一艘灰色的船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流到現在的 退役喔就是上了這樣 退役變光光的 退役變光光的啦 欸現在有人走來上面了 他都會有一戰 喔他參加過二戰耶 我們現在停在一個類似竹法的上面 這裡好像就是他們建立的一個釣魚場 我們沒有釣過魚耶 我知道我知道不用會釣魚 呵呵呵不用會釣 你整隻拉下去再拉就好了 剛剛教練看你的姿勢 就知道你不會釣魚 哈哈哈哈 你弄動它對你 好 呵呵呵 釣到就可以帶走了喔 可以帶走了 啊如果不要帶走 就再放回去油這樣 釣到的魚它會撐重嘛 嗯 啊它就是看一斤兩百塊嘛 然後你們你們應該可以 兩個人的話應該可以扣三百塊 喔 那就看那條魚多少 如果是兩百塊 你們就不用去捡 有了嗎有了嗎 有了有了 耶 加油加油加油 喔喔好大隻喔 哇 你先頂住 你要頂住 你要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 站起來 哇 好好好 好像也沒有很大 有抓到了 它這個比較有力氣 哇 它很大力耶 它超大隻的 很有力氣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條魚 它還可以把它放到水裡 它要溺水了 哇好厲害喔 好好玩喔 哈哈 那個拉力真的是很猛耶 一個無奈的人 哈哈哈哈 它已經在那裡站了很久了 欸有了有了有了 喔 加油加油 喔 很重喔 哇 好大喔 它有牙齒耶 哇 哇 好大條 剛才釣到的心得如何 聽說那隻很貴 對 而且它超重的 很重喔 超級重的 很久耶 我拉不起來耶 很強耶 哇 哇 有上鉤 耶 差不多了 釣了兩隻 這裡面兩隻是我釣的 這個中文名字叫做紅潮 但我們等一下因為會繼續住在台南 我們要回台中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它再放水這樣 對 沒有要帶回去了 對不然他們好像如果拿帶回去 好像可以用一些折價公斤數的方式 大家詳細再問一下這樣 你們看我們現在旁邊是造船場 就是你們有沒有看到有一點船的痕跡 就它會慢慢做慢慢做 那個是應該快好了 對 然後好了就長這樣 欸好帥喔 開船體驗喔 好好玩喔 目前來說比開車簡單一點點 因為開車你要那個什麼煞車啊 那嘛 還有紅綠燈 它沒有煞車 對 它只有前進跟後退 然後你要煞車就變成你要靠 前進後退下去 比那個它的動力 感覺很難耶 有點難哦 你現在只會往前跟轉彎 你當然就是簡單 謝謝喔 辛苦了 掰掰 掰掰 好玩耶 好玩真的 感覺大家真的可以來體驗 那它這個價錢 我們停好釣是 一個人1999 那如果你是要停黃昏 沒有海釣的話 就是1599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這裡的網站介紹 那聽說呢 好像也是可以直接去釣魚 釣魚的話 好像就是幾百塊的樣子 不過我覺得 剛剛有體驗到那個遊艇 可以讓你直接出海 甚至可以有一小段可以自己跳 我覺得蠻酷的 很好玩的體驗 它的中間有這個星巴克的小小的飲料bar 但是好像 跟星巴克是有一點關係 但它不完全是星巴克 就在這中間 然後那邊是我們的飯店 這裡是他們的餐廳 所以他們在這中間 出海太熱 太流失水分了 我們來買個飲品 三樓 我們來去看一下它的 游泳池健身板兒童遊戲室 它這裡是有無邊際游泳池 跟空中懸浮酒吧 對 然後這裡有一個霸台 露天的霸台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裡點酒喝 然後回去那邊有個包廂 像那個凹進去的這種洞 那邊都是包廂 就那個就是露天酒吧對不對 好酷喔 然後我們再轉右邊走 這裡就是露天的游泳池 然後是無邊際的 好美喔 很漂亮耶 真的 這樣我覺得其實蠻划算的 而且蠻乾淨的 因為它的這些其實全部都包含在你的房價裡面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室內 它這個遊戲室看起來也太涼快了吧 你往下走還有更大的 它的遊戲室很大耶 這個沙池耶 通常講到沙池應該是都在外面 然後大太陽腳會很燙的那種 那個球池是藍色透明色的 感覺就是小孩子非常非常適合來 就是整棟家庭來這裡玩就好了 因為我們剛才其實還有遇到另一組人生 他們說他每次今天住宿 他說小孩子超愛的 然後這裡還有撞球的 要再修一下你的撞球技術嗎 這裡沒有 我看也是算了啦 哈哈哈哈 還有乒乓球 乒乓球我都是蠻會的啊 妳上次好像妳這樣講耶 哈哈哈哈 別鬧了謝謝 所以呢我們三樓啊 它會有無邊際泳池還有SPA 那另外還有空中懸浮酒吧 我覺得這些晚上來的話其實也可以 因為好像開到9點還是9點半左右 它剛剛邊逛就變說超滿意的耶 真的喔 喔我真的是有點衝動 想要直接去樓下買泳衣 因為我們其實晚上如果不知道要幹嘛的話 真的可以在這裡好好放手 我們剛才呢已經稍微去外面吃一些宵夜 那現在又回來了 要準備洗洗睡了 那我們這陣子啊其實還蠻常旅行的嘛 那我就發現我們女生啊 會有很多冰冰冠冠 結果有一些是玻璃會很重 而且怕它會打破 那有一些呢是屬於軟管 因為很怕它擠出來 所以呢我整個心裡 就會覺得有點快要炸掉的感覺 那我們最近啊發現一個旅行很好用的黑科技 那就是G-MATI的泡泡洗臉精 就一張洗眼睛就可以讓你卸妝還有洗臉 很難相信對不對 沒關係 我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那你出門就只要帶這包就可以了喔 真的很輕鬆耶 原本就是要兩三罐這樣 什麼卸妝如洗面如那些都不用啊 對 而且呢它是一個包裝裡面還有食入 所以就等於說你可以用10天 我先卸一半給大家看有沒有 所以它從一個紙巾然後變成一個有泡的布 只要沾水就可以了耶 沒錯你看我剛才呢臉部的妝已經沒了耶 欸它卸很快耶 有發現吧 而且呢我覺得它這個布紙呢非常的柔軟 它其實不太容易破 所以呢我們也不用擔心說它有棉絮啊卡在臉上這樣子 你看我這樣子卸一半好羞恥喔 你看一半有一半沒有 就是一半這裡是沒有的 啊這裡是還有妝的 我把燈光調暗一點然後大家自己看一下喔 好 因為現在燈光有點亮 你都一樣漂亮 其實差不多啦只是眼睛的部分比較明顯 對就是眼影的部分你看 你看我們這樣子 它這個紙巾上面就有一些我的粉底液嘛 然後我自己用的話我會稍微再給它折一折 所以它一張就可以用你一張臉 對沒錯 而且我覺得它這張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我以前用過一些那種卸妝的洗眼睛 然後覺得說哇太小張我臉哪有那麼小 我那是給小陪比用的 對啊 而且我每次都會有點擔心說 它洗一洗也會曝掉 曝掉的話 我覺得就你還在臉上撿那些紫屑 這好像都不用擔心 我剛才啊手都是泡泡嘛 那我現在就給它洗一洗 而且洗一洗你剛剛卸妝的東西都不見了 對啊 你看又變成一個白白的了 哇 好乾淨喔 對啊 就是我剛才那些眼影啊 然後還有底妝 這裡還沒 這樣子重複幾次 洗幾次 這樣就好了 我剛剛看它裡面的包裝 它是有含氨基酸的洗顏配方 對 所以呢我這樣子洗完 其實完全不會覺得很乾澀 我覺得這點是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它在保濕跟很溫和的方面有得你的心就對了 對 給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很乾淨 我剛才都完全沒有在用其他的東西 我就是用這張筋 從我剛才全霜到現在 卸兩邊好像就是比較看得出來是素顏耶 所以你現在覺得看不出來是素顏嗎 還專會講話呢 這個網紋啊我覺得它可以很輕鬆的起泡之外呢 我剛才也說 潔淨布呢 它是可以很深層的洗到你的鼻翼下巴 還有體脂部位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洗完之後呢 臉部啊會覺得不會很乾澀 而且呢我是覺得它是比較溫和的 我這點呢 真的覺得洗完之後比較沒有什麼負擔 真的還不錯 那我覺得出國的話呢 大家會有擔心一件事情 出國你都要分裝那個液體 那我覺得如果你是帶布的話 你真的是完全不用擔心 而且你是去幾天你就帶幾包就好了 對而且很好算啊 因為之前你帶液體的話 你可能要說 我這三天這些mall夠不夠 對那這個的話你就是帶就對了 而且你還可以分個陪我 一點風險都沒有 對 早安啊大家 我覺得它這裡的早餐buffet 真的是網路上說的那麼厲害耶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東西 例如說牛肉湯剛才排好場 然後甚至呢還有一個東西喔 氣泡酒 欸很棒耶 那我看它這裡比較可惜的是 它只能用餐一小時對不對 對好可惜喔 因為我們本來想要單獨把它拉出來拍一集 但是我們發現可能 那個特寫或者是介紹拍完時間都到了 我就沒得吃了 就差不多一小時了 沒辦法拍 那我們這個是房型有附的早餐 所以我們都不用額外再花錢 所以等於我們住在這裡 然後我們再扣掉這個 一般外面會賣大概700塊左右 對 就是因為我們一般去外面住宿 那早餐可能就是給你簡單的幾樣 你一下就繞完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其實真的有點像是餐廳的境界了 對 而且它這裡是有戶外的包廂 然後它很甜蜜 它在戶外還是有冷氣的戶外 沒錯 就我們旁邊就是一個景觀的樣子 對啊 那你剛才說的那個早餐單獨賣的話 它好像是你房間 你要額外再夾購一個人就是710元 然後你其他人的話 好像只可以來這裡吃晚餐的樣子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他們詳細的介紹 這樣 那我們要繼續用餐囉 好 我們要準備退房了 你要不要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們這次的房價大概是多少錢 那我們這一間呢 是4400元左右 我自己覺得其實還蠻划算的 因為我們昨天其實有跟大家介紹到很多的它的設施 除非你的遊艇你是要額外付費 不然那些游泳池啊 然後還有我們今天早上的早餐 這些全部都是有包含在裡面的 我覺得可以像我們昨天遇到那組人生 他們就是先訂房 中午就來玩了 哦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應該會還蠻回本的 那我們睡覺的時候呢 也都覺得哇這個床真的很好睡 我自己是覺得那個床的軟硬程度 我覺得很適中 就是它不會很硬也不會很軟 但是有個缺點 我覺得它的枕頭有點扁 今天睡前的時候我的那個肩膀有點痠 好啦那我自己體驗下來 我就覺得它的環境都還蠻乾淨的 我很喜歡 我們這次的旅遊行程呢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其實你就是整天泡在這裡 你也會覺得很放鬆 那我覺得現在旅遊啊 大家一定要帶著 居美題的泡泡洗臉巾 因為呢它可以一經到底 很適合我們這種懶人 而且呢我們的行李啊 也可以大幅減少它的空間 再也不用什麼瓶瓶罐罐了 省空間又省時間啦 沒錯 那從現在啊到8月24號為止 康世美呢 他們現在有獨家的優惠 大家可以趁現在旅遊季 趕快去搶購一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Unde ang鮮鮮鵝魚